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國疫情大爆發 火葬牆爆滿 年輕女子隨地倒撤死 土耳其議員猛烈批評以色列 話音光落就跌低 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際新聞眼 我是美玲 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 習近平的一句話洩漏中共最大心事 而中共體制內官員齊聲要求依法治國 這兩大跡象顯示 中共的統治快散檔了 12月11、12日 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習近平在會議上說 13日 中共央視法文對該會議作出解讀 文章第一個小標題是 要增強信心和底氣 而這都在模擬中洩漏了中共當前最大的心事 即中共全黨的信心和底氣都嚴重不足 否則不會在中共這麼看重的中央經濟閉門工作會議上 率先強調信心和底氣問題 文章還引用了習近平在去年經濟工作會議上說過的一句話 什麼時候沒有困難 一個一個過 年年過 爬波過坎 關鍵是體震信心 這就等於提醒大家 習近平在去年就給官員打氣話 關鍵是體震信心 結果今年還是強調要增強信心 今年除了信心 還要增強底氣 這就說明 經過習近平在經濟領域的一年搞作 不但信心沒有提振上來 中共官員連底氣都沒有了 而經濟的持續下滑 必然會引發中共的統治危機 已故的台灣政經觀察家范囑曾在去年提出後中共的中國說法 范囑說 沒有錢 中共的統治就會散當 如果大家聽到中國某個地方警察出不了糧的時候 又是後中共中國開始的罪名確訊號 因為維護中共政權的槍趕字都沒有錢 表示財政真是沒得夠啦 中國今年確實出現天津、南京 和大連等地的警察被減薪 山東基層派出所被裁聘的事件 習近平的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所謂 在中共體制內多引發越來越多的不滿 近日一則微博帖文截圖在網上被熱傳 微博帳戶私人蘇小澤在12月5日發帖披露 一名東部沿海區域省級黨校教授 今年給一個西部地區的市委書記班上課 去問這些市委書記 現在最大的痛苦最希望改進的是什麼 結果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出四個字 以法治國 這教授感到非常震撼 對此時評人王克指出 中共的官員雖然被中共黨文化控制 但有些人的本性仍是存在的 一個國家要想發展 就一定要實行法治 但現在的問題是 中共當局為所欲為 招令直改 權力不受任何約束 就連中共官員的日子都很難過 現實迫著他們進行反思 王克指出 次地級官員都喊出要依法治國 說明中共黨內只有極少數的人想死保中共 中共政權已經徹底喪失合法性 廣大的中共地方官員已經在行中共了 王克認為 以說明中國已經到了突變的前夜 已經接近臨界點 中共這個政權是一推就倒下的 中共近期頻頻在南海挑釁菲律賓 終於激怒菲律賓 不但考慮要驅逐中共大使 還直言中非在南海的任何小衝突 都可能引發大戰 近日菲律賓船隻 正在黃岩島和人外礁附近運送補給物資 突然遭到中共海警船的撞擊 和至少8次水炮射擊 這導致一手菲律賓船隻的發動機出現嚴重損傷 代表中非兩國的緊張關係再次升級 12日 菲律賓外交部表示 已經召見中共駐馬尼拉大使王溪蓮 並針對中共近日對菲律賓的挑釁行動 提出外交抗議 菲律賓政府之前都表示 正在仔細思考將黃溪蓮列入不受歡迎的人名單 已意味著菲律賓打算驅逐黃溪蓮 就在外界持續關注中共是否會武力攻台時 菲律賓一名外交官給出了答案 13日日經亞洲報導了菲律賓駐美大使 羅姆德斯對中非關係的看法 羅姆德斯直言 下次引爆世界大戰的衝突熱點是南海 而不是台灣 他警告說 菲律賓和中共的船隻在南海區域發生的任何小衝突 都能演變為重大衝突 而中共黨魁習近平對中非兩國的持續摩擦是甚麼看法呢? 據羅姆德斯披露 今年11月在美國舊金山的瓦太經合組織會議上 菲律賓總統小馬赫斯主動對習近平說 我願意跟你交談 但習近平看起你並不想進行交談 只是聽小馬赫斯說話 然後推辭說 我們會讓我們的國防和外交官員討論這個問題 羅姆德斯說 這很讓人失望 羅姆德斯也呼籲其他國家 要採取包括在南海進行聯合巡邏的多邊應對措施 來反擊中共在南海的壓迫行為 其實 日本已經對中共在南海的嘟嘟逼人的行為 作出應對舉措 日本海上保安廳從12月4日開始 在印尼的巴潭島舉行海洋監視方面的訓練 內容有海上局勢監測、海上救援、情報收集、發言可疑船隻等 以及針對這些情況作出快速反應的技能 印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等國的海上保安廳 相關人員紛紛加入該訓練 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共問題特別委員會 近日發布一份重量級報告 打算從三方面 統治美中兩國的競爭關係 中共如果攻台將受到美國的經濟制裁 12月12日 美國眾議院中共問題特別委員會發布 包括150項政策建議的報告 從三方面提出了美國的抗共戰略 從治美中兩國的經濟關係 防止美國的技術和資本被中共用來實行軍事現代化和侵犯人權 以及投資科技領導力 並與盟友合作建立集體經濟彈性 眾議院中共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 共和黨眾議員加拉格爾指出 在涉及到中共時會採取更強硬的態度 來保護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 在涉及到與我們的主要盟友和合作夥伴的經濟合作時 會採取更加協助的方法 都要保護美國的資本和技術 該報告主要是針對中共 但都包括與台灣有關的措施 第一 美國國會應引導政府和盟國起草聯合計劃 在中共用武力強行入侵台灣或其他美國盟友時 美國要讓中共在外交和經濟方面都付出嚴重的代價 其次 美國國會應制定與台灣同一陣線法案相類似的法律 今年3月 加拉格爾和聯邦參議員蘇利文提出該法案 要求美國政府在中共武力攻台時制裁中共 目前該法案已經交給參眾兩院的委員會進行審議 第三 美國國會應通過立法 列出與盟國進行貿易談判的優先選項 美國國會審議全面雙邊貿易協議的流程 在台灣經濟文化代表處 和美國在台協會的幫助下 率先從台灣推動該事項 中國疫情大爆發 現在不僅死亡人數增加 重慶還出現年輕女子 隨地倒的撤死現象 12月12日 罷名為陳新的重慶市民披露說 重慶疫情十分嚴重 現在火葬牆爆滿 而且去世的很多都是長者 他還說自己在11號坐巴士的時候 一名才30多歲的女子上巴士只走幾步 心臟病發作 倒地身亡 但消息被封鎖 重慶市民郭先生表示 重慶現在有很多感冒的人 我都剛感冒 但未好 很多都說症狀和新冠差不多 都是感冒流鼻涕 頭痛 全身酸痛 我都沒去醫院 自己買藥來吃 12月12日 中共疾控中心通報稱 中國在11月 新增新冠重症病例135例 死亡病例為8例 10月 中國新增新冠重症病例是209例 死亡病例為24例 但這些數據被外界嚴重質疑 認為中共在此有意隱瞞真實情況 現在不僅有大量兒童和學生感染疫情 就連成年人和老人感染的人數都在不斷增加 11日 據央廣網報導 調查數據顯示 每10個因流感死亡的人中 就有8個是老人 12月11日 化名為王豪的上海護宮披露說 疫情已經在上海醫院大爆發 現在病床都是一床難求 有很多醫護人員 病人和陪護的家屬都被感染了 醫院還有很多白費重症患者 他表示 醫院已經傳播開了 病人家屬都被傳染了 就連醫生護士都在咳嗽 我自己都有症狀了 有很多白費的小孩住院 估計那些看藥的人還要走一批吧 北京網友都表示 北醫三院白熱門診的患者非常多 在病排隊要等三個多宗 一名土耳其議員 延遲激烈地批評以色列 反擊哈馬斯的行為 結果他剛剛說完就跌倒了 據說是心臟病發作 12月12日 53歲的土耳其治福黨議員 哈桑·比特梅茲 在土耳其議會大會上講話 並用言語猛烈批評 以色列反擊恐怖分子哈馬斯的行為 他在電視直播中警告以色列說 你們將無法逃脫真主的憤怒 我向你們所有人致敬 誰知比特梅茲剛說完這句話 就出現戲劇性的音樂 只見他立即跌在地上 後部似乎是撞到了大理石地板 會場上的人群紛紛跑到他的身邊 進行查看和幫助 會議記錄顯示 由土耳其總統 埃爾多安領導的 正義與發展黨議員 將比特梅茲的突發狀況 說成是上帝的憤怒 土耳其衛生部長 伯克雷丁科卡證實 比特梅茲被送入醫院治療 還說他的病情極為嚴重 有些新聞報導說 比特梅茲是心臟病突然發作 比特梅茲所在的 伊斯蘭政黨、治福黨 對以色列反擊哈馬斯的恐怖襲擊行為 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都對以色列反擊加沙作出批評 他預出驚人地說 哈馬斯是自由戰士 他還警告以色列 如果想消滅土耳其境內的哈馬斯成員 以色列將要付出非常慘重的代價 儘管土耳其正尋求 簡化本國公民的歐洲簽證准入流程 並希望更新於1995年和歐盟簽訂的海關協議 以便促進本國的出口 但歐洲議會土耳其問題 特派調查員阿莫爾日前表示 土耳其在國際上已經遭到孤立 如果想讓歐盟作出關鍵讓步 土耳其就必須要注意延遲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你的關注 我們明天見